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眼看台湾的气氛 跟在野为什么要合作 其实不是三个小猪的问题 是三个和尚没水货的问题 那我回应一下那个赖委员 其实如果民众党跟国民党合作 我们的人才库就可以整合在一起了 而且民进党优秀的党员 优秀的阁员 我们也可以纳尽来组联合内阁 所以人才库不会是问题 那所以但我觉得柯市长升格为柯总统 我也很相信跟欣赏他在年轻人这一代的魅力 可是为什么在野一定要合作 因为有好几份的网络民调 包括像QuickSick 他做的网络分析就是有六成的 大概有六成的民众希望能够下架民进党 再来是风采的民调 在8月15号公布的民调 他们希望在野大概有六成五的人 希望在野整合出一组候选人出来 那如果民进党执政的这么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想要换人的心声 那如果今天民众党跟国民党各自坚持 一定要柯文哲跟侯友宜 还有郭台铭选到底 那其实从今天开始 我们大家就可以放鞭炮 赖清德一定会上 不管赖清德的副手是谁 包括就算他找陈水扁当副手 一样会赢 那问题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状况 整个蓝营的选民焦虑 跟白营选民的焦虑 他在国庆日 我讲10月10号的前三天 就是选战倒数100天的时候 他会大爆发 因为民众的期待会认为说 你为什么在野党不好好监督 你已经监督了民党7年了 你还有剩下100天的时间 你整合出一组最强的候选人 你就可以赢 你会恨铁不成钢 你会希望舆论的魅力 还有各种力量会逼迫 大家要坐下来谈 那我相信党主席朱立伦 他是精算师 他是会计师出身的 那我相信以他的聪明 以他的精算 他也知道说 这样的底牌不能够掀得太早 你一定要在最后进入了10月 然后在联署登记最后总统大选 宣布登记截止 11月24号以前 你来先排 然后你做最后的50天的冲刺 你这样子的人选 才有可能会打败赖清德 跟不管是消费型搭档 或者是政律型搭档 那我要回来讲 我觉得其实在野党合作 不管是郭台铭 或者是柯文哲 或者是侯友宜 大家要整理出一个团队 治国的团队 还有就是迈向未来的团队 这样未来台湾人民才会有希望 你在像旁边的乡林 苦口婆心在劝说他 回头是岸了 你们不跟我合作 大家都趴在地上 各自努力 我觉得这是很有趣 潘恒旭 从1990年 台湾民选总统到现在 竞争再怎么激烈 从来没有一场选举 在蓝营方面 我站不到最后一刻 纷纷缴械 说我这个不行了 我们一定要联手 到底是赖清德 强到让你们这三个人都刺在那里 还是说你们真的有这么弱吗 还是说这里头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 政党政治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氛围 我觉得太怪了 非常非常怪 你们怎么会 你照道理 从517国民党征召侯友谊之后 517之前 他是如日中天 他最高的支持度是40% 在1126大选之后 他的势力是碾压赖清德 那个时候你们都没有任何意见 我也没有人听出来说骂他草包 说他没有国际官 他没有准备好 通通都没有 点点点 517征召之后 怎么他民调出现下滑了 就开始说他不行了 他没有准备好了 他没有国际官了 必须要跟别人合作 你觉得说得通吗 这不奇怪吗 这很奇怪 其实小轩姐 应该不能这样子讲 其实就在野合作这件事情 是整个在2024年的选举的主轴 就说你一定要 再也一定要赢的话 你唯一的策略 必要的策略 就是柯文哲 朱立伦跟侯友谊 包括郭台铭 大家要合作 所以这期间 我们把它当作 我为什么没有想到 侯友谊开低走高 我一路站到最后 翻转选期 你不努力 你怎么知道没有结果呢 其实这不是侯友谊 有没有选到底的问题 因为以目前的选民结构 我觉得大家 因为台湾的民众 长期以来 已经这二十几年 从1996年以来 各种选民的民调 特别是在这四年 各种民调 大家都已经非常相信民调 所以大家会知道 为什么我刚才举例说 在野的民众里头 有六成希望下架民进党 那你如果知道说 大家要联合 才能够下架民进党 这是我的第一个 优先顺序 那我就不会去 有个人的英雄主义 不管是我今天 侯友谊的民调 赢了柯文泽 0.5% 或明天柯文泽 又赢我0.3% 这个都是茶杯里头的风暴 跟亏兔赛跑里头 非常不起眼的竞争 大家如果要做大事 要真的要让台湾国泰民安 你就必须要在野 大家秉除成见 那秉除成见 你才有可能 因为目前 如果赖清德执政这么好 你告诉我 他民调没有过半 他还不过是 三十几%的民调 所以侯友谊 有跟他一较 长短的一个实力 为什么 如果你们认为 民进党执政的不够好 又有这么高的民意 如果今天赖清德的成功 寄望再也分裂 那他这个总统大卫 也得知太容易了 那他得知太容易之后 他未来八年 就会怀抱着侥幸的心态 第二 如果今天赖清德 他稳稳的碾压 有超过50%的支持度 那我们在野这些人 关起门来 不管怎么拥抱合作 联合整合 都不会赖清德 那他就可以笑傲江湖 告诉全台湾的人说 我是400年来 最棒的赖清德 那可是其实这个逻辑 也没有办法这样论述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如果赖清德够好的话 在野就算怎么分裂 或怎么团结 他也不会害怕 但是今天就是赖清德 不足以让台湾过半数的人 愿意把票投给他 才会有剩下来这个问题是 再也要不要整合出 一组最强的人 去符合选民的期待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廖小军 很开心跟大家要分享 我们低调筹备多时 终于云开见日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 Real 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 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把90%精力 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挑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 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的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 同时也许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众志成城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连接 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 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 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 包括了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 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真实对话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 与全球民主联盟 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忠心热忱 期待Real Talk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 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